Hotline的朋友你好啊 我是A6103室的住客 其实未来我会是 明天应该就会离开这个隔离营的了 想多谢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麻烦你代我和所有的职员 所有的同事讲声多谢 发出这段云信息的人 是香港市民张先生 半月前 他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 为保障家人安全 他申请来到位于坟林的 社区隔离设施隔离检疫 这段原本在他看来 彷徨无助的时光 却因工作人员的温暖服务 而变得舒适安心 因为其实每间房都很好 安排了有一个hotline 我们可以用WhatsApp去问他查询 或者打电话给他 我一个确诊者 其实都想喝一杯暖水 于是我就很战战兢兢的WhatsApp 我说其实会不会 你们物资上可以提供到的一个热水壶 就在煲水那样 那他们就很快 就已经是回复了 可以啊 我晚一点 我找人送过来 张先生坦言 除了物资方面有求必应 最让他感动的是工作人员的耐心 细心与暖心 让自己感受到了 如家人一般的温暖 因为其实每一天 去吃饭的时候 送餐其实工作人员很好 就是他会敲门 喂 吃饭啦 就好像家伙那样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个挺有 几个感觉是挺舒服的 例如好像在洗手间 去我们走一段路 其实里面有些工作人员在清洁 他就很好的提示 我就说 这里刚刚抹完 会比较烟 你小心 怎么知道 当时我想去 入一格其中洗手间 他说 那格不好啊 那格塞塞的 你用这格 清洁了 我就心想 我觉得感觉是很温 很舒服的 差不多临离营之前一天 我就传了个WhatsApp的 voice message过去 就是多谢 所有的工作人员 隔离人士有求必应的背后 是每一位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 由特区政府保安局 抗议特遣队管理的 六个中央原件社区隔离设施中 有两个是由香港警察负责管理 有358个房间 约1074张床的 本领社区隔离设施 就是其中之一 为保障隔离人士的 及时生活所需 隔离设施的热线中心 24小时运作 接听电话咨询 接线员分三班岛 每班工作8小时 喂你好热线中心 请问人有什么帮到你 基本上是一个电话 接一个电话 或者一个WhatsApp 覆完就会覆下一个WhatsApp 可能会连续两个钟 三个钟 都会不停去 回复发黑人的需求 就算你很想去洗手间 都要转头才可以去 仍有跟我们的 唯一沟通的渠道 就只是经过我们 这条热线中心 真的要做到24小时 都要回复到他们的问题 作为保安局抗议特遣队的议员 刘小姐坦言 虽然日常工作不免辛苦 但每当收到隔离者的一声声道谢 便觉得一切都值得 一个老人家在出院的时候 他就专专打电话过来 给我们多谢我们 就是说我们的服务很贴心 所以他都觉得在这里住 都很开心 所以他打回这个电话给我的时候 都令到我有点惊喜 会觉得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 原来一个长者来说 他会记住我们的 会多谢我们的 日前 中央援建的六所社区隔离设施 全部交付 约2万张隔离床位投入使用 粉领社区隔离设施主管 齐家强介绍 隔离设施将为隔离人士 提供可行且多元化的服务 我们的工作范围 包括我们要处理一些热线的要求 以及我们要提供线食 以及我们都会看 究竟每一个染疫者 本身一些生活上的要求 当染疫者进入来的话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 跟他用一些QR Code 可以拿他们的资料 得到资料之后 我们就会作出适当的安排 包括就是 譬如说他打了多少针 以及就是知道 他本身的食用方面 他们需不需要一些特殊的照顾 除此之外 我们都会安排一些 接送的服务